有人想问1997 就是九仓置业 他说是在watch list的 就没有货 想问前景怎么看 可不可以效果 那你发财 真是小子聪明令你 多谢 我觉得九仓置业 其实看法上 我也觉得不是差 我也同意 其实算是可以放在watch list的一些股份 但是这一刻立刻入场 这个会有些保留 因为畢竟他的业务 都是挺受 一些可能譬如本地零售 疫情 通不通关 这些是有影响的 虽然你说过去在这一年多 没有通关也好 虽然大家都看到 可能他旗下的商场是人爆到瘋的 但是问题就是这一刻 始终也是港股面对着新一波的疫情 可能很多的防疫措施继续修紧 甚至乎过去这段时间 都没有了一些慢食堂食等等 其实这对零售业 虽然他旗下的商场有食市 有其他非食市 但是都会有些相关性的影响 而本身其实九仓置业 他旗下的商场 他的因素就是 和其他本地的民修商场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除了收租之外 很多时候都会和商店做分成 其实理论上的商店会赚少了 其实对他是有影响的 所以其实股价都不是特别强 虽然今天要淡下200% 但是可能都是跟回市 但是你看到整个trend 都是处于一个客人的格局 甚至是平均线以下 其实短线会还是反复住的 我觉得可能要过这一波疫情 如果股价是能够再下低一点 到时才能慢慢进入场 迫有些回升 甚至迫迫之后 真的可能防御措施松回 又有些通关的憧憬 那些直播率会比较大一点 现在就继续观望下比较好一点 是